什么,小迪迦竟然一个人将这么多怪兽都击倒了,真是太威武霸气了吧 哇塞,小迪迦你真的好厉害啊,竟然一个人把这些怪兽们打得落花流水,我们以后都要认你做老大 真不愧是迪迦奥特曼的儿子,小小年纪就这么厉害了,长大了一定会成为光之国最厉害的奥特曼的 你们这些小奥特曼一定要向小迪迦学习哦 谢谢诺亚前辈的表扬,我一定会继续努力的,在以后的日子里更加刻苦练习,争取打败更多的怪兽,保护好我们的光之国 切,不就是打败了这么点怪兽吗,有什么值得炫耀的 我小赛罗可以一下打败二十个怪兽,另外小迪迦你听着我才是光之国最厉害的小奥特曼 小赛罗你好大的口气啊,还一下打败二十个怪兽呢,我看你只会哭鼻子吧 银河说的对,小赛罗你就会吹牛皮,平时你遇到怪兽跑得比谁都快 现在看见小迪迦被表扬,你心里肯定在极度吧,我说的没错吧 哎哟,真无语,你们两个不要再胡说八道了,反正我就是最厉害的小奥特曼 我的爸爸赛罗是光之国最勇敢的奥特曼,那我小赛罗也不例外 你们要是再嘲笑我,我就揍扁你们 小赛罗,大家都是实话实说,你有必要这么生气吗 况且,平时你遇到怪兽,确实是最先开始逃跑的呀 没想到赛罗的儿子竟然这么喜欢吹牛呀,而且还不准别人拆穿他 真的是把大英雄赛罗的脸都丢光了 你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我不要再听你们说话了 随后,小赛罗直接离开了这里 小赛罗离开后,大家把小迪迦团团围住 再歌再舞的庆祝他打败了这么多怪兽 大家也十分快乐 而这时的小赛罗一人孤独地走在路上,嘴里说着 小迪迦,你等着,我一定要超越你 我才是光之国最强的小奥特曼 回到家的小赛罗,开始疯狂锻炼 每天要做一千个仰卧起坐,888个俯卧撑 还要在坚持举杠铃五百下,丝毫不懈怠 可是他毕竟还是小孩子,哪里吃得消这么大的强度 才半天就快要累晕倒了 然后他就坐在家门口大哭了起来 为什么我这么弱呀 我一定要超越小迪迦,谁能来帮帮我呀 而这一幕,恰好被躲在树旁的贝利亚看到了 哈哈哈哈,这个小赛罗原来是极度小迪迦 看来我要好好利用这一点了 小伙伴们,你们可千万不要发过头破坏我的计划啊 随后,贝利亚离开大树,大摇大摆地跑向了小赛罗那里 小赛罗,你怎么一个人坐在这里哭啊 是不是遇到什么困难的事了,需不需要我来帮助你呀 贝老黑你说的是真的吗 我现在需要变强,我要成为光之国最厉害的小奥特曼 你能帮我实现这个愿望吗 原来就是这件小事呀,让你变强根本不是什么难事 我贝利亚分分钟给你办妥 那太好了,贝利亚叔叔,你赶紧把我变强吧 我太心急了,我再也不会让那些奥特曼嘲笑我了 我已经受不了他们的嘲讽了 那你等会儿一定要配合好我 闭上眼睛五分钟,什么事都不要管 贝利亚将自己的黑暗能量传输给了小赛罗 小赛罗,我给你的帮助已经结束了 你现在已经变得强大的离谱了 我还要回去吃泡面呢,就不陪你玩了 可是贝利亚一走,小赛罗就立马浑身难受 眼花缭乱,身体完全不受自己控制,不停地摔倒 随后小赛罗便狂躁起来 体内的黑暗能量控制了他 他不停破坏着周围的一切 这样的结局真是让他后悔莫及 真不应该接受贝利亚的帮助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